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有四个县市我们都改好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想把台北市信义区 然后并起来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边叫做居住县市乡镇 这个还蛮简单 我就直接写了 就是说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要用居住县市二 并什么居住乡镇 好所以滑鼠右键一样新增资料 好我就取名叫做居住县市 县市二乡镇 等于什么呢 等于 首先应该是居住县市二 空一格 and空一格 一撇一撇去找到居住乡镇 你不要跟居住村里结合哦 因为它是跟 它应该是只有台北市信义区 好Enter 所以你看一下哦 我现在这边是不是有什么高雄市三民区 高雄市三民区 高雄市三民区 这边多没有关系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有一个居住县市乡镇二 要跟什么结合 要跟区域别结合 这样子是不是就产生关联了 有看到哦 我刻意把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不要移过啊 有看到 就产生了 区域别跟居住县市二乡镇 结合在一起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 这样子才可以产生关联 否则不能产生关联哦 将一个对不起来 或者是这里面有名称的重复 他都对不起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这就叫做居住县市乡镇二